据台湾媒体有道 前美国超模克里斯蒂娜·亚斯特拉达 打了一场熟灵离婚官司 54岁的他向61岁沙鲁地阿拉伯富商老公朱法利 提出离婚诉讼 官司纠缠多年 昨天伦敦高等法院终于敲锤自定案 判克里斯蒂娜可得5300万英镑离婚赔偿金 约合4.59亿元人民币 接上他应得的资产这场离婚 让他纳入了7500万英镑 约合6.5亿元人民币 最终是太太这边笑着走出法院 据心克里斯蒂娜当初要求 1亿9600万英镑 约17亿人民币的赡养费 但最后法院给他打了3.7折 不过数字仍高得惊人 律师也表示 克里斯蒂娜的要求并不过分 因为诸法利有高达80亿英镑 约693亿人民币身家 而究其离婚原因 却与阿拉伯的婚姻制度有关 据BBC新闻报道 克里斯蒂娜与诸法利于2001年结婚 她是诸法利的第二人妻子 两人婚后生了一个女儿 但根据阿拉伯律法 该国男性可以拥有四个老婆 因此诸法利在2012年 又迎娶25岁黎巴嫩超模 然而克里斯蒂娜不愿与人共事一夫 因此提出离婚